第十七屆香港鲜浪潮国际短片置 举行开幕记者会 领航当年的度期风亦有延伸 对于香港电影业近年有回春迹象 杜sir也有很大感触 因为我前三年都没有拍电影 那天就去博人保起 公司的博企的电影 看到很多工作人员的样子 我都没有见过 好像不知道是我弄了 还是跟那个跌点有少少距离 但是里面也看得到年轻的一代 他们有一些想象不到的努力 还有他们好像是新的时代出现 有一帮新的面孔 更加在过去的一个差不多年龄 好像那些票房就非常亮丽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知道一样东西就是 香港的观众很支持香港电影 所以我也希望新的一代要记住 你的老板是观众 不是同志给你的那个 所以你们拍戏要对得住 你们的观众 Mirror成员Tiger邱傲言 今次就以导演身份出席活动 事关开幕短片 事日精选就是由他执道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Tiger的作品 杜sir就说要澄清一下 因为Tiger出名 也不是因为Mirror 是因为我们很希望 在先浪潮里面的发展之中 是有一些不同的元素在里面的 而那些元素里面就是说 让一些新的年轻的 不同的艺术界别的人 和我们先浪潮 一起去做一些作品出来 以后我们都在那里想 在不同的艺术界别里面 找一些适合的人 每年都做到一个短片出来 令到各方面的人 有更多交流的见识 这个是我们希望 日后可以发展更多的东西 Tiger今次找来 多位队友客串演出之余 更承邀Anson Conn 担任副导演 拍摄时自然特别有默契 他还被人叫做辅导 杜sir叫你辅导 他有吗? 我不知道 不关的 我觉得因为 导演、演员、歌手 我说这些明显 我觉得太沉重了 不是说你自己说是就是 这些东西 我觉得 大家可以叫虎仔 我觉得 是探索了一个新的 属于自己的领域出来 因为我做完 经过那两个月的奋斗之后 我发觉原来我对这个方面 是有很浓厚的兴趣 如果有机会 我想继续在这方面发展 未来的目标 就是希望 这条片可以多些朋友看到 接着 有这个机会 可以有下一次机会